从直升机纵身而下空降奥运开幕会场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2012年在伦敦奥运开幕式的演出成了经典 据穿女王当时只考虑了五分钟就答应 显示女王私底下顽皮幽默性格 爱马层吃的伊丽莎白女王 终其一生奉献给马叔运动 据传直到去年95岁了还在骑马 女王同时也很爱狗 从7岁就开始养颗鸡犬 一生养过30多只 热爱动物外女王也展现出优秀的领导能力 但她其实是意外继承王位 从强忍泪水下鸡的那一刻 开启了70年的女王之路 事实上伊丽莎白二世出生时 没有人能预料她未来将成为女王 直到1936年她的伯父也就是时任国王爱德华八世 为爱放弃王位 她的父亲继任成为乔治六世国王 年仅10岁的伊丽莎白因此成为王储 没想到父亲早早病逝 伊丽莎白二世27岁就戴上王冠 二战加速大英帝国衰弱的情况下 用卓越领导才能撑过动荡时代 曾汉美国前总统雷根骑马 还曾和老布希看球赛 完全没有距离干 让在场民众惊呆掉下巴 更曾和福特在白宫共务 美国历任总统14人中 伊丽莎白就曾与13人会面 她非常好与法律的业务 女王已经有一个生日期 不仅仅是在国民国 和他们的领导 但也在世界各种各地的国家 1952年至今 伊丽莎白二世曾造访国家超过100个 在英国世上无除其右 女王受领袖尊敬 更受民众爱戴 英国女王见证大英帝国的终结 目睹国际恐怖主义的兴起 经历英国脱欧带来的挑战 也带领英国对抗新冠疫情 女王70年漫长岁月中 成了国家的基石 就如同1947年伊丽莎白 21岁生育那天发表的演说 一般坚定守护国家 我认为你们全都 那我全生活 即是长还是短 将会在你的服务 和在我们的大大殊的家庭 众所属于我们的大殊的家庭